儿女都不用我操心 只有先生在家小众中 需要我照顾 对于过去很多美好的回忆 以及去过很多国家的地方 我都不记得了 而且呢 对于这个跟儿生去哪里玩 脑筋一片空白 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 我夫妇还有李慧亲姐妹 他们来我家看我 陪我读经 在他们的引导之下 我慢慢的跟主接近了 信他并爱他 心灵变得十分的平静 生活慢慢慢慢的步入正轨 很奇怪 渐渐渐渐渐的 不再失眠了 主 为了 这个 生活加上 最主要的是 开始鼓励的运动 开始阅读 就是 我爱主 主也爱我 对 敬礼